大家好 我们一般在家庭养花都建议大家去买一些 比较专用的营养土 这样的话后期好养护 而且养花也养得旺盛 但是有些花友可能就不太喜欢去买 那么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用简单的材料来制作营养土 我这个方法比较简单粗暴 就是使用一些普通的原土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选这种原土 最好是选择这种沙洋土 这种沙洋土 它的透气性透血性比较好一点 还有准备一些松针 我们用这些松针可以是生的 也可以是刚刚刚枯的 因为我这个制作方法 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使用 所以说这种没有发酵好的松针 我们可以先将它减碎 这样的话有利于后期的更好发酵 更好分解 大概用上两份的这种沙洋土 用上一份 减好的松针 这个时候如果说大家有有机肥的话 可以加入一点有机肥 比如说加入一些鸡份 羊分这些都可以 没有发酵好也没有关系 我用的这个就是发酵好的羊分 大概占比20%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搅拌均匀 那么我们制作这种土壤 第一个它的酸性充足 还有养分也充足 又能保证疏松透气 又肥沃 我们将它搅拌均匀之后 先把它装到一个容器中 我用的是这种花盆 下面没有空的 直接把它放到花盆里面 接下来就是给它浇一次透水 而且我们在浇水的时候 最好是堆入一点这种椰姆复合原液 因为这种椰姆复合原液 它里面的有育菌非常的丰富 比如说乳酸菌酵母菌 而且它还可以加速发酵酸蒸 分解里面的营养 增加土壤中的一些有育微生物 这样的话它的酸性又足 营养又充分 我们将它浇透水之后 可以用个保鲜膜将它套起来 将它密封 也可以直接用这种盆直接将它盖住 这样的话密封发酵 它的效果会更好 里面的营养成分不容易流失 而且最好是把它放到25度之间的地方 来给它慢慢发酵 大概两到三个月就可以食用了 大家看一下我之前处理的这些营养土 现在是非常疏松透气 那么像这种土壤 不管种什么花 都能生长得非常旺盛 营养又充分 通过这种制作的方法 不但这个土壤好用 而且又不用花钱满 所以说大家喜欢自己配置土壤的话 也不妨尝试一下这种方法 尤其是针对一些洗酸的花卉 因为松针它的酸性比较足 再加上椰母复合原液的加持下 营养更加的充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